今晚我们聊建筑 学者朱宇辉为您解读杭州西陵印社和苏州偶园园林之美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者朱宇辉老师 您好 朱老师 被誉为天下第一美鼎舍的西陵印社 是文人园林的经典之作 其园林点景具有我国传统造园艺术特点 西陵印社位于杭州固守五山西端 临近西陵桥 以西湖为依托 有山水为界景 园林环境可谓得天独厚 被我国古建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誉为 湖上园林之冠 这个建造在这个西湖的景区 这个依山湖的而建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一个时代如何产生了这个西陵印社 西陵印社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玄址 在这里造了这样的一个园林 西陵印社开始大致是在1904年 也就是晚清的最后十年 我们平时叫晚清新政的时代 然后可能形成格局 大约要到民国初年 就陆续形成的 它建造是一个什么时代背景呢 我觉得有几条特别值得我们去回味 一个它是一个晚清的我们中国的艺术 也包括造园艺术在内 这造型都有一个向高古去回归的 类似复古运动的这么一个趋势 其实说白了就是像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 不是富的古迹度 富的是我们的自由的简洁有力 自由的那个艺术状态 元气淋漓的那个艺术状态 我们也知道1894年 我们惨败给日本 那么后来1895年签马关条约 这件事也非常有趣 就这之后固然让中国人给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伤疤落痕 但同时又让我们中国人在极度的差异当中 兴起了一个学东洋的浪潮 所以以前是学西洋 现在学东洋 所以心灵映射它建造在这个年代当中 虽然我个人还没有看到可靠的证据 但是我也有一些怀疑是它可能受到了当时学东洋 受到了日本造源的一些影响 那么假如按照这个脉络去追溯的话 那么某种意义上源头仍然在我们中华 这是第二个时代背景 第三个时代背景 我们微微也可以看到 就是晚清 尤其是晚清的十年新政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大小的社团 蓬勃地都出来 好像雨后春笋一样 所以西林映射它是一个浙江印人的 就是您刚才说的浙江印人的同仁团队 大家几字来造的 从这件事侧面也可以看出 就是当时的社会还是非常蓬勃的 1904年 这派金石书画家丁仁 王成 吴隐 叶维明等 两四人在孤山买地建房 因地林西林桥畔 顾名西林映射 正所谓人以映籍 射映以地名 他们以保存金石研究映学为宗旨 探讨六书 研究篆客 成为了我国研究金石篆客 著名学术团体所在之地 西林映射它是有几个文人共同所建的 同时它还有着它的主题 那就是金石篆客 那么在整个园林当中 有没有体现金石篆客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包括从山的景象 山如磨牙石刻 又如石窟寺 石窟寺里头做了一个 调了一个佛刊 我们过去会觉得很像杭州飞来风 或者甚至一直可以追到山西大同 洛阳龙门 一直山西大同的云岗 洛阳龙门的石窟一直可以追到 但是因为它是金石家的园子 所以说它石窟里放的是吴昌硕先生 大金石家吴昌硕先生的像 是日本有人送的 然后就是吴昌硕 然后呢会有很多民间的人 民间的人士他不知道 就反正见了佛刊就磕头 就说吴昌硕先生走过 看见人家对着他的像 该磕头 吴昌硕就摸摸头 怪不得这几天头昏 被磕出来的 所以他的这个山 他的这个山林的景象塑造是摩牙石刻 是这个是做石窟寺 景南做的渊坛好像几枚弦张 建筑呢做高谷 这还不算 然后整个园林当中 时时刻刻一直不断地在做 一直在不断地做进食主题的那个呈现 比如说他的他的他进去进去的那个院落 但那个可能加的比较晚 但我觉得跟他的主题的那种 就非常吻合 就进去的院落的大树下 就做了一枚放大的这个这个印章 上面有好像是一个龟形牛在上面 然后在此后的途径当中 所有的山壁上啊不断地 但是并不让人觉得就是 并不让人觉得烂的 就不断地跟着我们的节奏 会有不断地磨牙石刻 光是权就有好多好多次的那个权的那个提刻啊 这是这是这是闲权 这是文权 光是权就提了好多次 一次一路上磨牙石刻不断 这竟是气质一直贯注到了整个原则细节 其实我也想提一额外提一句 就是杭州这个地方南宋 在就在他的望江门那儿 南宋的时候有皇家的画园 明代的时候有我们的第一个地方画派 这派 一直大概到明初到郑德 后面才是我们苏州的那个乌门画派呢 第一个地方画派这派 这派带进 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这个艺术传统 然后到清中叶又有丁的 他开了这派的印学 就是开始致印了 然后到民国 造西林印色的四个同仁团队 我们假如叫他F4的话 当中的为首的丁人 他就是杭州的晚清四大藏书楼 杭州有个丁氏八千卷楼 藏八千卷书 他就是八千卷楼的后人 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底色是非常强大的 也有地方的 也有个人的 从整体空间上 西林印社可分为四大庭院 从南到北再到西侧 分别为百堂庭院 前山庭院 山顶庭院和环浦庭院 园内入口一共有南面 北面 西面三个 西林印社建筑布局精巧 造景手法多样 空间层次变化丰富 园内明清遗迹随处可见 整体气氛雅致 人文景观 惠翠 所有的建筑 都是尽可能向高谷路线走 比如说 他用了一座小塔 用的是辽津的密岩塔 点缀在山上 山形横长 一塔寿静 又寿又有力 一塔寿静 这个比例 近似于日本园林里头的 那个小型的点井建筑 在这个局部的小尺度完成得非常好 而周围的其他建筑 他也尽可能的 比如说他有一个汉三老的石室 他学的是宝钦印金塔 就是古代的一座 古代的一座放舍利的小塔 学的那个样式 其他的建筑虽然做不到 各个都学到辽津之前 也尽量地让他名居化 让他仓谷 而不要做寻常园林的那种 过于宫系的 过于枝粉系的表达 他都非常的名居化 浙江的风土建筑 在中国可能 可能是最漂亮的之一 尤其在浙敏交界的风土建筑 我也只觉得是中国最美的 经西林设置 第一个百堂院落 这个院落 名居范儿还是十足 非常苍润 中间一个方方的水池 那是一个池塘形的水面 方方的水池 然后这个水池 把我们从西湖的 白堤上的 无限宽阔弥漫的空间 先收敛 然后我们上山的时候 曲折路径 还觉得空间不够的凝练深邃 他做了一个花架 叫红雪镜 这个花架 也是他所想象 他所希望的 就是用特殊的方法 把你的视线 捏在一个狭长的 一个视觉走廊里 他为什么不用传统的游廊呢 我猜测他喜欢做高古的风格 他觉得游廊艳俗了 不像他们金石家爱的气质 所以做了一个花架 引到快要到山顶的时候 花架刚好对着的是 那片横长的 崖壁上的辽金风格的小塔 所以那个画面也很不错 然后到了山上 初步算是第一次打开了 我看到了展开在眼前的 好像石窟寺一样 好像摩雅石刻一样 非常苍古的一片小山坡 和极眼深潭 然后掉回头 梦的一打开 四兆阁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从四兆阁 一下子雷锋塔如镜几席 雷锋塔就好像在我的茶几 茶几跟前了 那个冲击力 也是非常震撼 我在那喝过茶 我觉得相对于 那儿的环境质量 茶资实在是太低廉 太值得了 那儿还没有人平时 是吗 非常让人觉得 杭州人放过了一块宝地 湖上有山 山中有泉 是西陵映射的精华之处 映射的建筑与山石 形成泉源主体结构 散落山间的泉池 与山石相呼应 构成了西陵映射的 山水之景 园内四处泉池分别为 一泉 潜泉 文泉 咸泉 都来源于凿山 这些泉池 构成了一个 相当完整的水景系列 一直从百堂地庭院的莲池 到印泉 再到文泉 最后到咸泉 依此串联 就好比山间的一串珍珠项链 赋予整个园林生命的气息 与周围建筑山石融为一体 使整个景观虚实相见 山水相应 西陵映射 它是一座金石园 所以它的山景塑造 是用了一片磨牙石壁 就是我只利用了一片 自然的峭壁横长地展开 然后在峭壁上 在做书法的磨牙石壳 这样去塑造仓谷 苍润的山景 然后在这个山坡下面 它就向下开凿 渊潭 它做的是山中的深渊 山中的水潭 西陵映射的这几个水潭 就是刚好坐落在山的 这片石壁的脚下 好像书画当中的几枚弦章 几枚章 盖的是昭通地面 它又有点像 异浦的那个高墙上的 那唯一的那个圆洞门 一穿而过 它是好像巨人的手 在地面上猛砸出几个坑来 复制迷身 然后特别能够起握 我们的蛇死 西陵映射是西湖周边 众多自然山水园中 无法取代的一园 它巧妙地利用植物 山石 水体 建筑等构景要素 组合不止于 各个高低起伏的山地中 虽然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几乎包含了 所有中国古典园 园林中的造园记忆与手法 体现了杭州以湖山盛的特点 在那个山上 它有一些自然形成的植物 是不是西陵映射 也借了一些植物 来为自己所用 对西陵映射来说 它塑造的山林的景象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苍茫的 苍茫自然的 可以消除 都可以消除 可以落叶 可以带点不深憔悴 都可以 这个里头只要 那个憔悴的力量还在 就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一点 它的山林景象的塑造 还是完整的 第二是它的 某些特殊的景象的 一个追求 比如说 它是做 它的水面都是渊潭 是要深邃形的 这个水面 那么它的水边 其实是比较 有高大的树木 它的汁液伸到水面上面 在水上投上 在水面上投上阴影 这对这个渊潭来 渊潭的景象塑造 要完整 一定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它也有 虽然不典型 但是它也有 它的渊潭非常的凝联 那么第三条是 我们期待有的 那个文化主题 因为汐林映社 其实这个地方 是非常浪漫的地方 窃尘游臂车 狼骑青松马 何处 杰同心 汐林 松百下 它可据说是 南骑 南朝时候的 那个骑的名气 苏小小和恋人 杰同心的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去做 这个硬人 硬刻硬的人的 原子 可以说又有 苍古之气 又有儿女之意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 因既能享受 城市物质文明 又可流连于山林西建 偶园成为 园主夫妇 最合适的情感载体 和最优雅的生活空间 景无情不发 情无景不生 园林承载的不仅仅是视觉美的景观艺术 更是自由的精神 独立的人格 崇高的品质 以及文雅的情趣 偶园 位于苏州市苍街 坐北朝南 三面环水 园外的野树 遮挡了外面市井的喧嚣 是闹中取静 闲而不济的好地方 这个偶啊 是不是有那个家偶天成的 这个偶数的意思 就代表着夫妻抗力 苏州偶园呢 我们甚至可以开玩笑 把它叫做情侣园 就他的这个偶 偶园住家家偶 一对一对晚清的 这个在浙江做了暗插室 然后看中了同事的妹妹 看到她的事 觉得是个才女 然后后来又恰好自弃的那一半 刚好去世了 结果她就迎娶了 这位才女到家里 然后然后饱含着对一个 又新的感情生活的憧憬 用她的多年的这个换囊 做官其类的财富 来建了这么 饱含激情建了这么一个园子 可能我猜也许 她当时的爱意和幸福感 藏都藏不住 所以这个偶园 在名字上它是叫偶 它的园林空间也是偶合的 就住宅在中间 然后西花园 东花园 因为它明明可以把住宅放在一端 然后把园林整个 做一个更大的园林 放在另一端 当然不只是这个空间 园子它分东西 它的主题也完全是分开来的 比如西花园是阴性的 它用的太湖式假山 云墙一走 真的仿若祥云朵朵 虽然是晚清的假山 好像艺术水准也还不太差 然后东花园用的是武康史的假山 就非常的雄混 仿佛这个虚媚男儿 那个假山有可能是青春初年的 然后假如说水的话 西花园的水 其实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汉原水做的迹象 就是它没有做明确的水 而东花园的水呢 它做的是一个豪谱 狭长的深邃的水面 因为它远在外面整个是一圈水 一圈河道 所以它不能跟那个河道过于粘连 所以它在西花园做 用鹅卵石铺地象征水 在东花园做了一个特别阳刚的 好像庄子和会师 在壕沟上面讨论愉快不快乐的那个地方 做了这样的一个水面 偶园三面临河 一面通街 前后设有河布 粉墙带瓦 映沉着小桥流水 颇有江南水乡风云 偶园占地约十二亩 住宅居中 东西花园分裂两边 北端背河而起一排楼房 借走马楼一排汉船 这样一宅两园的布局 在苏州众多古典园林中独具特色 东花园是偶园的精华 中 周围还以亭廊楼下 呼应竹井 整个布局疏密得体 错落有致 作为全园竹井的黄石假山 叠石自然 其位置略偏轴线一侧 便于从各个角度观赏 在这个东花园当中 有个很著名的景点 叫黄石假山 那么这个黄石假山的 多山的方式 有着怎样的讲究呢 东花园这座 我们也可以叫它 五康石山 我们说黄石是就这个 颜色或者产地来说 说五康石 因为它产在浙江德青的五康 也可以叫它五康石山 如果我们看特征的话 从那个假山的西端 先起坡 起坡 然后中间形成了一个峡谷 然后一直冲到水池的边上 然后猛然顿挫 出一个峭壁 它没有明显的缝 现在经过修缮 倒是中间高起来了 我印象里原来中间并没有高起来 我看了历史上 可能比较原状的 中间至少高得不太明显 下面是一个深深长长的 叫寿月池 就是一个深邃的豪谱 高山之下必有深池 就豪谱就在那里了 不过现状呢 现状这个山冲到水里之后 那里有点做得太干净了 历史上那里应该水里应该 我猜测还会崩落几块十多块 这样的话就好像 就是您想想看 我猛地冲到一个地方 总归还会有点惯性 对 没有急刹车 崩到水里的几块 就是山 大自然力感的惯性 对 但会不会在修缮的时候 被人当作是山上掉下来的 更像是自然天成 是吧 对 因既能享受城市物质文明 又可流连于山林西建 偶原成为原主夫妇 最合适的情感载体 和最优雅的生活空间 西花园有 芝莲老屋 藏书楼 贺寿亭朱景 一座胡石假山 小巧玲珑 风轮绝壁 山洞灯道 一应俱全 与东花园的黄石假山 山遥遥相对 西花园的环境 优雅宁静 具有苏州书栈花园的特色 这个偶原呢 它的这个地形的塑造 通常我们讲起来 一个叫多山 一个叫里水 但在我心目当中 其实也可以理解我一件事 不就是家法 多山是家法 里水是减法 向下挖 偶原的多山里水 其实也是它一个特别好的点 就是它的多山 或者我们讲它的地脉 或者地势的塑造 是完整而连续的 它没有犯 某些晚清民国园林 会犯的幼稚病 就是在平地上 陡然起风 又加然而止 就好像大地母亲 突然被一个皮肤病 因为它没有出现的理由 但在偶原 您会看到就是 整个泉源 找不到一块苍白的平地 而是或者舒缓地行走 或者俊祸的这个高昂 它始终都在一个完整的逻辑里 在偶原的东花园 是特别典型的 今天我们讲了这两个园子 能不能给我们比较一下 或者是总结一下 西林艺舍 偶原 它们的这个艺术的贡献是什么 我想这两个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贡献 它们的艺术上的确实具有的同代性 它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 它们都是在晚清的时候 在整个弥漫整个艺坛的 一个艺术的向高股 向力量回归的那个浪潮 而西林艺舍的金石气息 那是偶原的明居风范 西林艺舍的摩牙石刻 石枯寺的山 和那个印章性一样的 渊坛一样的深坛一样的水 和偶原的 那个苍凉的武康石山 苍古雄壮的武康石山 和山下的那一弯深邃的豪谱 它们都具有很多贡献 好 非常感谢朱老师 今天给我们分享 这两个有一些气质不同的园林 但是它们都各具特色 一个高股 一个温暖 我觉得无论如何 就是在这个园林当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古人的这个 独具匠心 非常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